理論上它有四個檔案 我們就分別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接下來按照題目 所以以後的話看懂 反正按題目做啦 如果你看懂題目把它做完 就應該OK 等於就得分了 第一個的話是影像大小是425x283 所以一樣照它的需求 一樣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這個檔名的話 就取叫PSA好了 PSA 然後答案的話是206 OK 然後像素的話按照它題目要的 425x283 個像素 記得單位不要選錯 不要選到公分那就完蛋了 如果是425公分的話那不得了 425公分 哇 那就4米了 那等於是一個大型海報的尺寸 OK 所以按確定之後 那一個空白檔就出現了 接下來的話它要做什麼呢 這個檔名 記得它這個是PSA02 因為02是第二類很多 我們就把它改成PSA206好了 OK 就是今天我們要教的這個答案檔 然後呢 它第一個要我們按照題目要求 所以第一題我們先做好了 就是這個檔要新增一個圖層 新增一個圖層 然後填入顏色 填入那個色彩 那個色彩的話就是用遮色片來填入的 所以特別注意哦 第一個你要先新增一個圖層 那新增圖層的話怎麼新增呢 各位可以看到 在我們的那個Photoshop 如果你要新增圖層 圖層在這裡嘛 如果你將來你要新增圖層的話 最簡單的方式 在下方這邊就有一個叫什麼 新增圖層的按鈕有沒有 建立新圖層 那如果你要刪除圖層 這邊有個垃圾桶有沒有 然後遮色片在這裡 增加遮色片 所以你可以新增一個圖層 這邊就圖層2 那如果你要在這一張 遮色片上 這個圖層上面增加遮色片的話 那非常簡單 這邊就有個什麼 增加遮色片的按鈕有沒有 增加圖層遮色片 按一下 那這個遮色片呢 有點像一個濾鏡一樣 就是在上面 有點像是 在上面給一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遮住的話呢 就會造成有一些顏色不透光 有沒有有點像是什麼 太陽眼鏡有沒有 那你在插眼鏡 那太陽眼鏡 甚至有些是有角度的太陽眼鏡 上面可能遮的比較多 下面遮的比較少 有沒有類似像這樣 不過它好像都是 一整塊都同一 那有一些是漸層的 那這個地方 其實它要我們加的遮色片 其實就是要漸層的 它不是一次都同一個顏色 所以你們有沒有 增加一個圖層之後 再增加一個遮色片 然後呢 它說要填入一個什麼呢 填入一個色彩 這邊有一個色彩 而且它有一個要求 它說那個遮色片加完之後 那你要幫我做一個遮色片的一個 叫做放射性漸層 而且是要 它有於左下角 OK 左下角 所以等於是說 你拖拉到左下角放開的意思 所以我們顏色就給它 14 42 77 OK 先把它記一下 所以這三個號碼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是 記得那個 那個什麼 放射性塗層在哪邊呢 放射性的漸層 那首先的話 我們先找到漸層工具 OK 那漸層工具裡面呢 你們上面找一下 其實這上面都會跟你講 哪一個是漸層 這個是線性的 線性的好像我們在102那一題有沒有 那個 吉祥物好像就有拖拉有沒有 就是有一個 上面是粉紅色嘛 拉到底下變成白色 其實道理差不多 只是這個地方它不是要線性的 它要的是什麼 放射性 放射性的話有點像輻射狀 放射性就是有點像那個 聲波往外一直往外的感覺 所以先選這一個 然後顏色的話就填入 所以先選這個漸層工具 然後找到漸層工具裡面的 放射性的這一個 並且填入顏色 你會發現顏色總共會有 14、42、77 因為我剛剛已經先填了 因為我常常會忘記這個數字 所以我就先填上 填完之後的話 最後就把它 往下拉到右下角 那怎麼往下拉到右下 就是從左上到右下 到這邊放開的意思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遮的比較少 這個地方遮的比較多 有沒有發現 所以將來如果說呢 你假設有個塗層在下方的話 它就會遮 有點像 遮的角度就不一樣了 所以這個是遮色片的效果 好 那我們有個遮色片之後的話 這個部分應該就完成了 所以跟各位講 一 這個是漸層工具 然後找到這個 放射性漸層 然後填上顏色之後 從左上拉到右下 OK 那完成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第二個就是要把PSD02的圖放過來 那要複製兩次 一次是綠色效果 不透明50 再複製一個叫做塗層混合模式的色彩增值效果 不透明度80 不過剛剛就有同學一直在找這個功能 有沒有綠色 綠色在哪裡 其實跟各位講 只要是塗層工具 所以建議啦 以後你不熟悉的地方 你就給他點點看 你就大概知道功能在哪裡了 其實 它功能就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綠色 不透明度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所以你就是要先把塗層1 那個另外一個塗層複製貼過來 或者是複製過來 然後做這個動作 然後再做第二個什麼 色彩增值 有沒有看到色彩增值 那不透明度改一下 有沒有 那個一個是50嘛 一個是80 所以啦 其實我覺得你說證照考是考什麼 就是考你 對於那個功能放在哪裡這件事情熟不熟悉 如果你熟悉的話啦 說真的其實證照也沒什麼 很難考 所以像我以前我發現我都在考記憶力 而且是考那個短時間記憶力 等於像之前我記得不管Office Excel好了 他等於是考得非常細 你等於是你平常不太用的功能 他都會考你 考你某個功能我想要做什麼什麼效果 請問他怎麼做 那你就要把那個動作 把它做完 然後並且把最後結果存檔 這樣他才會給你分數 OK 所以這個怎麼 其他啦 所以我的建議 以後如果你想要把Photoshop學好 這些都是細節 哪怕沒有用到的 你就給他試試看 OK 每個都給他調一調 熟了以後 我跟你講啦 以後你就知道說該怎麼做 哪個效果 用哪個地方 會產生什麼樣的搭配結果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